我太太的閨蜜是這邊OICOS的教員 所以她禮拜天那時候 我們第一次是禮拜天來參加的那個主日 因為我在學校是彩虹志工 彩虹媽媽 那我們團隊裡面有個玉婷老師 他就跟我介紹說 因為這邊暑假有缺少志工 因為我家住附近 看到那個DM 裡面有很多課程 那我本身很喜歡上課 所以我就來OICOS 我是我太太的一個朋友 她聽到說OICOS這邊有樂齡的課程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報名 因為我是全職家庭主婦 然後帶小孩喜歡參加一些課程 發現這邊有很多免費的課程 怎麼這麼棒 比起我在外面PG一堂課要300 500 然後我就覺得這邊好讚喔 是覺得滿溫馨的 每個小朋友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但是給我們的感覺都是都很純真 很可愛 感覺就很溫馨 那也是有滿滿可愛 有得吃 又有得學習 當初就是為了上課而已 很單純 這邊的人啊 好有親和力喔 好像有用不完的熱情一樣 因為我參加了滿多課程 大家就問說 欸那你既然參加那麼多課程 那你願不願意來當那個這個主動 我覺得說 就可以一起帶他們一起成長 剛好有一個暑期 暑期的時候需要一些人來幫忙 因為我現在已經退休了 所以時間非常多 在OECOS我就覺得好像可以重新找到 一種生命的動力 然後可以充實自己 在福度裡面 我有感受到這些 其他的志工的一個熱情 還有小朋友其實 每一個都有他們可愛的一面 在過程中啊 其實透過禱告 然後就發現 神會在你很不足的地方 家添女能力 那小孩子的學習是無窮的 他有時候爆發力出來的時候 讓人家感覺 欸 小孩子的情人是可以去開發他的 我已經享受了很多這邊的溫暖 但是發覺這邊 給的溫暖之後 我要再回饋給的這邊 熱靈這方面 或者小星光這方面 我都覺得 都非常的 做得非常好 大家都非常有愛心 我覺得這裡安排 給小朋友的活動 非常的多元 當然我們在這邊 身為志工 我們就也跟著餐飲 收穫很多 我真的愛大家 所以我也要來這邊享受 大家如何加入這個大家庭 我是抱著很快樂的心來學習 上完課下來又看到大家 都是一些熟面 有時候又準備很豐盛的食物 給我們吃 我無形當中真的是感恩在感恩 教養孩子需要一個村莊的能力 就是一個村子都需要來幫忙 我們來教養這孩子 我們自己沒有辦法 提供孩子這麼全面 這麼多元的學習 我就蠻鼓勵 就是如果教會有其他的 跟我一樣的身份的人 我們也可以踏上這個 就是服飾 然後透過這個服飾的過程 我們看到神在我們裡面 建造 這樣子 我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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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麼好的地方 我怎麼可以不把我多餘的時間奉獻出來